湿地小镇松岭 欢迎您松岭见 现在已经进入了松岭 其实我也没听过这个地名 松岭在过去就是漠河了 太阳在追着我跑 王武看那边太阳透过云层 出来的光辉金色的光辉太美了 太震撼了 天和地几乎都连上了 你看这个柯云站的规模就知道了 你看这就是柯云站 现在已经被废弃了吧 哇原来在中国的最北部 还有这样的村子 这全是小平房 全是平房 卫民商店 你好 这是一个商店吗 小卖店 小卖店 旅游的吧 啊 您从哪来 我从长白山 吉林 不错不错 这个车好啊 我把我车停在那个院里了 你把你车停院里了 你也是留的 我从广东来的 你从广东来的 我从海南岛三亚 都走了 海南岛 那你是不是想去那个北极村 对啊 这原来就是那种小四轮 是不是 不是 那底盘是什么车啊 没有底盘 就我自己焊的 脚儿焊的 底盘轮都是自己弄 发动机都是自己弄的 你看这位民间高手 整个底盘连轮都是自己焊的 发动机 有发动机在这 那你整个这个全程 现在多少天了 半年 不止吧 有380天了 哦 那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我不着急 我今天就走了两个小孩 因为我是有工作 还要上班 就请假出来的 嘿嘿 这黄瓜丝挺好 你这要怎么办呢 办点酱啊 我这已经办完了 出家人吃素嘛 干点盐就可以了 真不错真不错 像这种车不用上牌的 拿呢 不是 有牌 就不早有 那路上有碰过交警有管 有的管吗 有啊 那你怎么说 在南京直接就给我拉走了 嗯 拉拖车 那然后呢 然后 找人说着情话 有要话 人家挺理解你这种有情怀的人 情怀感动世界 哈哈哈 有个北极村有个夏至节 20号还是21号 22号 22号 激光点能够有机会看你们激光 不是 你现在它这个地方 你就是早 天亮特别早 嗯我知道 3点2点那样3点吧 嗯北极村呢 它那是爱着黑龙江 是黑龙江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黑龙江的河是一个这个位置 嗯对 然后它这个村子就是在这个一个小这个碗子里 嗯 连着这个它这个一进村子里以后啊 也就是 它的村子边境这个线就是边境线 嗯 就整个就是边境 你在这个适当的位置 它们都给你布置好 哦 看看现在古园镇的晚霞 现在有点打雷了 难道会下雨吗 哦 刚才遇见这个道士 自己坐了一台车 一台 一台可以移动的小房车 也是一个人大江南北的这样走 嗯 这个道士也有它的人生追求 我也有 我们就在这个五元镇上短短的交流 嗯 证明是一类人 只是采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回去了 回到我的车里 剪两个视频 对 aliens 特备 是 你